我也无异于多说 追星好还是不好 我只想说姑娘你觉得 一个人 依赖某一样东西 没有他就活得不自在 浑身难受的时候 你觉得这个人 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觉得 成瘾的病人 你想你自己是不是 可以追但是不要成瘾 其实就一个标准 是不是影响到了 我的现实生活 你自己判断吧 其实他要是不追星的话 倒也还好 我有时候胃疼 他知道去买粥给我喝 有时候还给我带饭 其实倒也挺好的 有时候还给我洗衣服 但就是一个追星 实在是太影响我们 你觉得他以后会不追吗 你自己掂量这件事情 好了 接下来的时间留给你们 一起进入黄金六十秒 其实我觉得吧 我刚开始追星的时候 我也没有想那么多 我就是觉得我追明星 我也没有伤害到任何人 可是听到老师的话之后 我觉得 我太对不起你了 我觉得我会改的 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你能改吗 我能改 你真能改啊 真能改 那你以前有讲过改 那我怎么没有看到 多大的变化 可是我这一次 我真的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了 我回去把朋友圈里的动态删了 微博里的动态也删了 那我考虑考虑吧 请亮灯 请回吧 两位 来 请关门 今天在这个节目现场 我们看到了一类人 这类人好像被很多人称为 疯狂追星族 我们看到了这一类人的某一些特质 我们也看到了这样的特质 给现实生活带来的一些困扰 我相信 经过了三位的点拨之后 男生可能会有一些启发 女生那段表白听起来挺动人的 但是 如果他真爱这个男生 他真喜欢那个团体 怎么会变得如此容易退缩和退让呢 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看 这对年轻的恋人 他们自己选择的结果是什么 请开门 其实 我觉得我就是心太软 我觉得几位老师说的都挺道理 我会给你父母道歉的 我会用我的改编来 让你看的 那你不单仅仅是道歉 那你要道歉的话 而且你这些追星你不能老出院 姑娘 你要有个度啊 曲总他们刚跟他们有一些合作 明天在北京有一个他们的谈判 有人会去 你去吗 不去了吧 我们邀请你去 他们来 可以有签字的 当时就可以见面的 还可以拥抱 对 还真的有拥抱 可以合影 对 还可以合影 不去了 不去 不去了 真的不去了 不去 还好他不去 他要去我就感觉 我现在走不知道晚不晚 反正从今以后 我会对他强硬一点 不会让他这样 行吧 行 你们自己的感情 你们自己把握吧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这是 谁为谁带啊 等等 来 不要 等等 你们别管了 回去吧 女生就把戒指抢走了 为什么把戒指抢走啊 我觉得这些事情都是我不对 然后我觉得这是我应该给他求婚 行吧 那我们看着吧 各位请见证 谢谢评委老师 谢谢主持人 我觉得我来这里其实就想让他真是知道 他是个追心的 不好的地方 所以他只要能改的话 我觉得他还是一个挺不错的女孩子的 谢谢你们 请回吧 祝你们幸福啊 再一次的声明我们的立场 我们这个节目 我们每一个人从没有反对过任何人去追任何一个明星 我们反对的是成瘾和不理智的行为 希望大家理智的面对 娱乐是生活的一部分 不能把娱乐变成了生活的全部